如果我不會我會看食譜 我會問 我都很喜歡看煮菜的影片 反正我們家什麼輸最多就是 食譜最多 什麼都有 因為我每天都要煮菜 所以我家常菜就很OK 那就是買整塊雞腿肉切丁之後 把它抓醃一下 因為待會要快炒 所以你起碼要炸到熟 因為我會調宮保雞丁的那個醬 醬油 醬油膏 加一點點米酒 一點點醋 污醋 再加一點點糖 你把那個醬拌一拌 剛才不是說把花椒和乾辣椒下去炒嗎 炒香之後 那個雞肉雞丁不是炸好的 就下去拌炒 拌炒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醬淋上去炒一炒 把它收乾之後 丟小黃瓜 蔥綠 對 顏色比較漂亮 就盛盤上來 因為你大家庭 你菜又不可能煮很多 我又趕時間 我會去發現他喜歡吃什麼 像小孩喜歡吃肉 阿公阿嬤喜歡吃那種比較古早味的菜 他的菜煮爛一點 那小孩子喜歡吃炸的還是什麼 你就要想說你什麼東西可以用 對啊 你就要想鍋子可以煮什麼 什麼可以煮什麼 最常用是那個科技快鍋 會買科技快鍋就叫快鍋 快鍋就是省時間 其實都是買的鍋子 我有問他說 我買這個鍋子它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說我花那麼多錢買這個鍋子 它可以煮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能煮一樣東西 我就覺得 對 它就可以做很多變化 對啊 像有一次我想煮那個什麼 豬肚糖 豬肚不是要很爛嗎 你那個不可能十分鐘五分鐘會好 那時候就用快鍋 你就大概煮個十幾分鐘 它在燜 它在燜的時候你就在炒菜 當你菜炒好它也燜好 差不多 如果我不會我會看食譜 我會問 我都很喜歡看煮菜的影片 反正我們家什麼輸最多就是 食譜最多 什麼都有 我最常煮請人家吃 譬如說今天要請你們吃 我可能昨天前天我就先把它煮成水煮蛋 我就先煮 煮成茶葉蛋 那門到隔天的時候還溫溫的 我就再繼續煮 當然跟別人比可能沒有那麼好吃 可是 小孩就說好吃 我就覺得應該還可以